你知道在去年 就是有一個網紅 他跟這個陶傑合作 然後因為他實在 非常愛他的小孩 所以他就花了錢買了廣告 然後在其中一個站 就是幫他的兩歲兒子過生日 然後當然就是 這件事情曝光了之後 網友就有正反兩面的這個說法 但是身為父母的我們 有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我們的小孩真的好可愛 我們也想跟大家分享 這太可愛了 不PO真的太對不起 祖宗八代了 我們也是為了給祖先一些交代 真的太可愛了啦 但是因為這個網紅的這個方式 真的是曬娃 曬出了一個新高度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來 跟他PK一下 想像我們這些曬娃的朋友們 有沒有就是可以超越他 那我跟妳講 第一名應該就是楊千佩了 第一名 妳什麼都拍 妳不是一直拍 從大肚子就開始拍 那每一個我都有按讚 是不是 沒有 應該是說 我覺得這個曬娃要從 我們家的貓 小娃開始 對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會這麼想要 急於分享是因為 這是我人生當中的新元素 就是讓我從小 我都沒有養寵物 我跟寵物就很沒有緣 譬如說我第一隻的 寵物鳥 白鴻鳥 就不小心都有才子 在我七歲的時候 他真的值得很冤耶 重點就是 當我結婚之後 我的人生中有一個新的曙光 我先生的貓 他就是 就變成是順理成長 變成是我的貓 所以從那隻貓開始 我就覺得很愛 跟大家分享說 我又有寵物了 然後我的 我的暱稱就叫做 小娃的貓 像你愛真的妳嗎 對 妳講到重點 然後我就傳點訊給摩摩 他就說 妳哪位 我說我是千佩 他說那妳放這貓 誰知道妳是千佩 對啊 妳中間有一段呢 是拼命的曬她老公 她也是新元素 對啊 妳怎麼知道 妳怎麼知道 我也是臉有 對不對 臉有 臉有 是不是有這段 那我覺得還有確定 我們困擾到他們了 沒錯 我事實上是有一段從 其實從曬老公開始 然後其實後來 我先生就跟我說 我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被你常常放在臉書上 而且我們的固定的SOP 都到一個地點 我說來 拍照 然後就來 第二個動作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接吻 那妳老公都是同樣一個招牌練 對 所以就是那一段 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我先生 他不喜歡被我放在社群網站 完蛋了 妳老公這樣反應完之後 他曬娃的功力 你知道 他被壓抑的那個慾望 對 從有腹肌開始 拍到肚子變很大這樣 有 我也有曾經想這麼拍過 但是我每次想到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兩個月 對 而且 而且像老公拍這種照片 最後只是討罵而已 對啊 而且什麼正面 背面 側面的 所以他就他每次都這樣 好了 然後每次拍照 都是那種晃到的這樣 所以你這樣子就是 你因為懷孕就開始拍嘛 那小孩一生出來的話 你會拍得更瘋狂了 就更瘋狂 而且是那種 你看像我現在講電話 喂 喂 那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什麼 OK 滑鬆 還有耳環 對 耳環 耳環也是 還有項鍊 是 不好意思 妳到底做了多少桌邊商品 不是 那妳有在賣了嗎 沒有 這真的是訂製客製畫 它用畫上去 這不是用3D印 畫上去 他做的這些東西 都是給別人看 他自己這樣圍的時候 他看得到嗎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做的是放在桌面 我們自己要看的 人家幫我們拍的攝 就是會這樣看到 現在都自拍 那妳現在的暱稱 到底叫什麼 有點長耶 妳在Rap嗎 太長了 她就是Rap嗎 太長了 妳有沒有發現 妳自從取了這名字之後 朋友有變少 她打要打很久 今天現場大概都會流失了 很多 藝人不回 朋友變少要原因 因為只要朋友到她家 都要先有一個儀式 才能走進她家 如果是我懷孕當下 或者是 要每一週 從受精卵開始看喔 不是 如果那是我懷孕的話 她可能就看我之前的結婚照 但如果她來家裡自己 結婚照我自己都沒看了 還要看妳的 那我問妳喔 那我們站在妳家懸光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這樣快點翻 還是要說 這張很漂亮耶 妳前兩張一定要是 對 喜酒的概念 對不對 妳就要慢慢看 然後我就會說 開始給你們導覽介紹 所以妳老公都不會阻止妳喔 她覺得妳這個行為是正常的嗎 她覺得我有點瘋癲 她說 妳不要再這樣曬了 她覺得很不妥當 我說為什麼孩子那麼可愛 為什麼不曬 有一天我跟偉中哥 跟詹哥他們在就是聊天 他們就說 妳不是退出演藝圈了嗎 我說我沒有 我一直都在 我到底什麼時候 退出演藝圈了 因為我就常常看到 因為他們也是我們的 社群網站的朋友 因為常常看妳曬孩子 以為妳就是 會 就是專心當媽媽 對 專心帶小朋友 當家庭主婦 所以我們都不覺得 妳還在演藝圈 但老實說啦 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樣很可愛 其實是真的很可愛 對 其實是很可愛 而且我們是在幫孩子做紀錄 也沒想那麼多 可是真的喔 如果你一直放這個照片 沒有工作照 人家真的會覺得 妳就是全職媽媽 對 就被妳做媒體 對 可是 妳這要拍下來 這要趕快拍下來 這個很珍貴 你們聊你們的 你們聊你們的 拍一下 對 要記錄就對了 可以有佩甄阿姨嗎 可以 有 Yumi 妳還想當她朋友的話 叫妳幸福 可是我覺得 會不會曬娃這個行為 是媽媽會比較瘋狂 爸爸會不會比較冷靜 那還好吧 沒有喔 沒有 我那時候從大概 就是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之前我就是 我的好朋友的小孩 我就每個星期間 會去跟他玩 然後去去寶寶 幫忙寶寶 為什麼 一起出去玩 因為他 你本身就喜歡小孩對不對 我本身就還滿喜歡小孩的 對 然後就常常一起出去玩 然後就常常幫他拍照 然後就常常幫他PO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還會幫他 對 幫他掌握 這個也好棒 自己都要拍 這些照片 這個不就你們給的嗎 不然我跟你講 這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這個當你放到六十吋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全部擠在一起 這個感覺真的不一樣 我跟你講 真的小孩小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 我以前也是上節目的時候 任何那個小可樂 小西打的照片 他們都把它洗大大的拿出來這樣 我那個也都藏在家裡 就珍藏耶 沒錯 就覺得很難得的回憶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就很喜歡曬朋友的小孩 然後其實我朋友的他爸媽 其實他們很私人的 他們都不是很喜歡PO自己的小孩照片 我還一定要PO人家小孩照片 結果搞到人家的那個什麼 岳父岳母那種長輩都說 你跟我們家的那個誰好好喔 然後結果就開始催生 就說你可以啦 你當爸爸不錯 對啊 因為他不想要 你再拍大家小孩 所以叫你來生一個 對 叫你來生一個 OK 結果我就生了一個 然後是在月子中心嘛 然後剛從大陸那個拍戲回來 然後看到小蛋很開心就很興奮 然後就開始就每天就是PO 很可愛 對 就是私人照片也PO 然後公司也PO 我覺得你這照片有點過分耶 怎麼樣 怎麼了 因為你仔細看 它裡面只有一張有他老婆耶 在哪裡 不是 我跟你講 今天 不是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是要來講 賽蛙魔人 對不對 對 那因為我 我的另一半呢 你有點結巴囉 他是 我跟你講 節奏穿一下 節奏穿一下 他是網紅部落客 他本身就有快二十萬的粉絲 所以他隨便PO就是 很多人按讚 那你仔細看一下 你老婆的照片裡面 都沒有你 都沒有你 對 真的 可是我講好 要這樣報仇 他那邊很少我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他那邊反而很少我嘛 那就沒關係 你們這是一種 互相報復的心情嗎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就是大家 就是說有小孩之後 就是都以小孩 重點會放在一起 對 重點會放在一起 對 重點會放在一起 可是這樣子啊 因為你那麼喜歡小孩 所以生了之後 那個阿公 阿嬤 爺爺奶奶 應該也每天會想看一下啊 我爸呢 當然也是很喜歡小孩 因為孫女嘛 然後他就說 那你沒事就要這個 拍照 拍照給我看啊 對 記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住在一起嘛 那我就常常用微信 會記影片跟照片 那你知道微信 一直可以記九個 九張 九張嘛對不對 連影片在一起 然後我就那時候常要記 然後他有時候回 就會回說 什麼好好好可愛啊 好什麼很會運動啊 跟你有點像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後來呢 又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丟一個那種 很一般的笑臉 所以我在想很奇怪啦 可能有點疲勞轟炸 就像你那種 一連串的長輩圖給你 你也是覺得很煩嗎 你說一連串的長輩圖 對啊 你有沒有 來 是不是也不想看 超多的 每天早上都要收 真的 那喬喬媽呢 你也是超愛曬的吧 可是我覺得我 為什麼 誰比妳 我以前還是小姐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 身邊就有很多朋友 已經結婚生小孩 然後我都發現媽媽他們 尤其在月子中心 有時候特愛拍照 對 然後他們就會拍嬰兒 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同一個動作 但他可能有 微微的表情不一樣 所以他上傳了十八張 然後都是同一個頭 只是有一點表情不一樣 我可以理解 他的那個切尾的不同 那個只有親生母親看的感覺 對 我可以理解 因為媽媽的愛 就是他覺得他小孩 這樣很可愛 可是我會覺得 就是對我外人來講 就是有一點over 就是我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妳那時候 其實不喜歡妳的朋友圈 有這種曬娃魔人的 對 然後我還有朋友是那種 他 直播 他就是 好我今天帶我女兒 到了某某親子餐廳 我們開始直播 那你就看到他 從頭到尾都拿著相機 對著他女兒直播 他女兒走到哪裡 他就等 然後就看到他女兒正在餵那個 梅花乳 然後可是 因為他女兒還太小 他緊張 他把那個飼料緊緊的抓在手上 所以那梅花乳就 差點已經快要把他那個 手都吃進去 然後他媽還在那邊一直說 快啊快啊 妳趕快餵梅花乳 乳乳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直接講說 手都快不見了 女兒的手都要 都已經要被梅花乳吃掉 你不救他一下嗎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千萬不能當這種曬蛙魔人 可是後來我 就是後來我成立了粉專之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就是要當個媽媽 我雖然是媽媽 但是我也要當個小姐 我要保佑我自己 我還是很常PO 只PO自己 可是只要我PO 我跟我女兒的照片 觸及率特高 對 就是很 就是 有小孩就是比較多人按讚 小孩跟寵物 對 有小孩跟貓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真的耶 我就很多女裝在上面 等一下只當委台上 好可愛喔 真的 真的好可愛喔 我們是姐妹吧 對 我們就是會 她就等妳這一句啊 對啊 是不是 都會講話 可是有時候真的會這樣 因為像我們家的粉專 有時候小朋友也是會 跟我們一起 然後到後來 因為青春期的時候 你拍到她會生氣的 然後可是卻有網友說 我們是不是都比較重男輕女 就沒有拍姐姐 都只有弟弟 那我想說媽媽好冤枉喔 姐姐根本就不想入鏡啊 所以就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拍她這樣 所以我們當父母的壓力很大 好不好 曬也不是 不曬也不是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心理師 就是說有的時候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小寶貝覺得好可愛啊 但有時候又被別人說 你是不是太高調 就曬娃了 那如果愛曬娃的話 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種心態 曬娃在我的臨床案例當中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創傷來源 創傷 創傷 我是因為愛喔 對對對 不是不是 是她的結果有可能導致創傷 但是呢 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案例好了 就是以我自己當例子 我大概是非常晚的時候 才加入Facebook 那因為我是心理師嘛 那平常分享我自己的自拍照 大概不會有人看 那我想說好 那我就來寫一點 跟心理專業有關的文字好 很認真的寫 寫一堆東西 結果按讚能大概就是十幾二十個 十幾二十個 不會不會十幾二十個 大概就是裡面有一半 就是我周圍的同事 對跟她講說我今天要發文了 另外三個是我自己的假帳號碼 還要假帳 我要假帳號 假帳號 然後再跟我爸媽 再跟我爸媽講一下 說我大概今天要發文了 所以加一加大概 我覺得大概就是十五到十八這樣的數字 結果大概幾個月之後 然後我老婆懷孕了 然後那時候做了一件 跟前輩差不多的事情 就是我們做老婆的 懷孕的停格動畫 我拍了一年 然後用照片 然後拍成一個動畫 讓她肚子的越大 對對對 然後每一個月她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拍下來 下次給她拍 對 這個很珍貴耶 那個動畫一出來之後呢 我的按讚數突然多了一個0 後面多了一個0 比看到年終多一個0 才會開心 就是大概就是類似的感受 然後從此之後呢 我就開始不太想寫那些文章了 因為我想說 有小朋友的照片 可以讓我多一個0 OK 然後會開始有點失去 當初的一個初衷 那訣竅是什麼 怎麼樣可以多那個 這個等一下呢 玉智姐她會分享 後面的梗 那我在想 這整個過程 大概可以有三個部分 心態 一個她一開始最重要的 叫做 分享 對 因為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大家應該都知道 賽瓦的英文叫 sharing sharing加上parenting 所以就是分享 教養的經驗 所以一開始應該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想分享 因為它是一個很unique的事情 對 它是一個很獨特的事情 但是難就難在第二件事情了 就是我們走到第二關 叫做 co-attention 或是attention calling 就是我們想要得到關注了 對 因為開始有feedback 得不到關注的人呢 有一些是我最欣賞的 心態很健康 就是我不管有多少關注 我就是要記錄而已 對 所以這樣的人會一直往下走 它不管佔有多少 但是最容易受傷的就是 得不到關注 然後憂鬱的那一塊 所以這是我講的創傷來源 因為往下走 會延伸到第三個階段 叫成就任務 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養小孩其實是一個成就感的來源 對 因為其實從而到大 我們可能沒有很堅持一件事情 養小孩變成我們最堅持的一件事情 於是他會有一些成就的來源 不得不堅持 對 不得不堅持 不太可能放棄 所以我們可能很討厭 有些人一直十連發十五連發 但實際上是 那就是他的心血 對 那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成就感的回饋的時候 就會支持了他 要不要一直往下做這件事情 那大體上來說 我想曬娃的心態應該就是從分享 然後得到關注 最後他會成為一個成就認同的證據 是 不過我覺得起碼就是曬娃的程度 不管到哪 我覺得起碼因為小孩可愛 對啊 對不對 看來是舒服的 而且其實像我們都已經經歷 你會發現他後面要給你拍的機會 是越來越小 我現在連請他幫我拿著他的獎狀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紀錄 可是他都會說媽咪 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有得到這個獎狀 對 他好像覺得這樣會自己有點太高調 而且我有一段時間要拍小孩 他會這樣 對 他就不要拍我 所以你一逼他進去他就這樣 對 還是要很珍惜 小朋友可以給你曬的時候 但我覺得曬要有方法 因為你是人家就是很想看 你們的那些裝扮嗎 有什麼主題是一定會受歡迎的 我的 因為我就是母女裝 所以我發現後來就是在這段時間 我會發現我的主題裝扮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每次出去其實都會 我們不會穿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會有個衣服 去年鬼滅之刃不是很紅嗎 對 然後他就很早就跟我預約說 媽媽我要扮米豆子 可是他忽然發現身邊有太多人 太多人要跟他一樣扮米豆子 太多了 對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很久 我終於想到一個辦法就是 裡面有一個鬼王 叫鬼滅之無慘 他是裡面的大魔王 所以我後來就去扮成了那個大魔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全天母 那時候帶去天母遊行 真的可以看到上百個米豆子 對 最紅的 然後真的就是他那天是 唯一一個有鬼王在旁邊伺候 我那個點擊率 是我有史以來最高的 對啊 媽媽果然還是真的是 真的是有操作策略 有 對不對 如果你當天扮的是米豆子 你那按讚數少兩個鈴 因為太多了 我都被退下 那一天都被洗版 全部都是米豆子 對啊 要不然就要像我 我也是扮米豆子 但我咬的是麵包 我不是咬竹子 對 要咬一隻麵包 反正你就是要發揮一點點小創意 小創意 這個千佩很厲害 你都有做什麼主題 沒有 其實我比較算是比較簡略一點 像還會辦主題 我大部分就是直接穿母女裝 或是因為他們是兩姐妹 那可是因為我們家兩個 姐姐跟妹妹 真的是跟爸爸長太像 然後長大基因很強 對 很強之外 然後兩個長得其實也有點像 他們都說他們是差一歲半的雙胞胎 所以我就把他們穿得差不多 會覺得好像在看雙胞胎姐妹花 對 姐妹入境的按讚率都會特別特別高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分開 因為其實姐姐現在對妹妹是滿有敵意的 就是這樣 對 因為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不是 因為她覺得 本來都是我的 可是為什麼多了一個小東西出來 其實我比較不讓他們兩個 在同一個畫面 像你看中間那個都穿紅色的 你看妹妹也在推她 那其實他們就是在玩而已 沒有 他們真的在針鋒相對 然後只要姐姐靠近的是 妹妹就會就會尖叫 因為她不想讓姐姐出來 所以勾心斗角從骨至今 沒錯 老到少都有 在家庭就這樣 所以我其實不太讓他們兩個 在同一個畫面 因為兩個都會吵起來 所以其實是很難的 可以放在同畫面 那我們想聽聽看 男生的方式有比較不一樣嗎 我當然一開始 就是在月子中心 然後你看就這一張 你看我抱著我的女兒 那時候才 展現不愛 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孫國豪 怎麼可能 他是抱籃球的人 對 怎麼突然滿小孩 小孩就是變小孩 對 怎麼突然抱了一個小孩的 你老實說你是否拍照 還是你平常真的會幫忙餵奶 我 你剛剛有的吧 我會幫忙餵奶 我也會泡奶 我女兒她的時間都 你會洗澡 洗澡當然 你會拍那個八十把那樣 拍葛嗎 當然會啊 如果使就是她便秘卡住 我幫你們兩個開個包箱好不好 我跟妳講 不是 我跟妳講 她有時候那個拉出來很多 你知道 然後可能有時候水喝太少 有點乾 對 妳幫她洗澡的時候 妳只能幫她去摳 妳OK 我摳出來的時候上面都是 不信妳現在聞聞看 妳要有多軟的 我在這裡 可以了 我們相信妳了 相信了嗎 我們兩個去開個包箱好了 好亂想 但是啊 因為我們就講這種 很難拿捏嘛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要 分享一個幸福的感覺 可是有時候你可能真的 曬過多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人可能開始 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不舒服繼續Po到 後來就開始覺得 有一點討厭了 就是人數下降 對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 郁智啊 就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點 應該要注意 或我們應該怎麼Po 我們比較不會被討厭 我覺得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我曾經帶過他們上節目 可是那時候我兒子 才七個月喔 還在地上爬 其實連長相都 五官都不是那麼清楚喔 可是上完節目之後呢 一下去就很多網友 我真的想說 原來是他小孩 他們一下都是機車臉耶 因為我們家的 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的 好壞喔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都單眼皮嘛 那我是雙眼皮 然後還有人在上面就說 用機車臉形容一個寶寶 一個寶寶 怎麼會沒有多機車呢 但我想說我們的孩子 真的是特色 好想看喔 對啊 而且我小孩是單眼皮 他眼睛超小的 他就說他眼睛 他從頭到尾把眼睛張開嗎 真的就這樣講 然後後來還說 我的雙眼皮應該是割的 他說你看 他們全家都單眼皮啊 為什麼他會雙眼皮呢 就是開始有被平頭潤足的壓力 對 然後後來我先生 就很反對我 在任何的平台上面 去曬小孩 後來我說到他們很 對啊 我覺得你女兒長得很可愛 好漂亮的 而且有遺傳到媽媽那個 你不覺得她拍照那個態度 有那個名模的樣子 很專業模特兒的樣子 可是你看我女兒已經到了 現在已經八歲了 然後我兒子已經十一歲 我們再開始 其實我們這個團才大概就是一兩年的時間 我才開始放 可是我先生還是很反對 他說那你放這做什麼 所以他很少入鏡 等一下 他老公飾演那個機車臉 很專業耶 你看這一張 有多機車 可是眼睛沒有睜開而已 而且明明就全家福喔 對 這一張真的有一家機車臉的感覺 你知道我兒子出生的時候 大家來看他 大家都說他還在睡喔 不要吵他 我說沒有 他一直都醒著 他只是眼睛 有這麼難 你看眼睛很小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跟我先生 其實都是模特兒出生的嘛 可能我們兩個小孩 常常看還怎麼樣 他們是很習慣性的 如果我們家Q說拍照 然後我兒子就會湊過來說 滿了解的 而且現在我小孩也會 然後我會猶豫了一下說 這樣會不會太功利主義 可是我很想得到這個照片 好 五分鐘 對 所以如果真的 我們要把它歸類一下的話 是不是 首先要先找到 對 對不對 比如說國豪的話 就是那種很親自互動的 波波跟他一起吃一個 冰淇淋嗎 波波叫他騎腳踏車啊 這種點讚率 也很高 也很高 尤其是我看到就是 高高壯壯帥帥的男生 在帶小孩的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覺得 就是那個父愛噴發 就是看起來很讚 很帥 對 我就是除了找到 自己的強項之外 再來一個就是 我曾經看過很多媽媽 就一直重複地 會PO同樣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 你覺得穿搭很受歡迎 可是你可能可以在 譬如說每個禮拜三 或每個禮拜一 你秀一個穿搭照 對 但是你在禮拜二 或禮拜四 或禮拜五 你可以放其他的 頻率這麼高喔 這個真的叫做賽王 頻率很高耶 我看有很多人 一天PO兩三天耶 很多人 有的人 對 一天都 可是你會覺得 這一篇的內容 是不是昨天也有寫過 不同一樣的 你們不要說 不要說因為這樣子 太鼓勵千配了 我怕他回來就會變嚴重 不會 而且 現在很流行動態有沒有 對 動態是等於強迫你一定要看到 不管你按不按讚 你都一定要看到 對 而且你動態它一定會很多 你看的人一定多嘛 所以你就有那個成就感 因為他沒有人按讚嘛 沒有 但你要看到為準 所以不要重複的主題 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有共感滿重要的 什麼叫共感 好比說像我常常會放那個 我跟我小孩的對話 我覺得很有趣 我很喜歡看這種 對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無厘頭 因為那種小孩可愛的那個階段 爸媽都很想把它留下來 對 然後像每一個孩子的狀況 發生的可愛狀況都不一樣 對 然後我剛開始會以為 只有我們家小孩子 這麼鬼靈鬼怪 結果後來發現 人家的小孩子 那個都很會說 每一個人都會PO上來 各式各樣說 我們家小孩也說什麼 對 上次我們家小孩也這樣說 他就覺得這個共感 就會覺得 我們比較討論的話題 很像這個街坊鄰居這樣子 沒錯 所以每一切點點滴滴 我們的出發點 就是真的太愛小孩了 對 所以不管是他們的話語 或者是他們的照片 都要好好的記錄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大家有多會記錄 我現在看到桌上好多東西 真的 我真的想到 我以前好像也都有這些 我們先從小小媽開始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從一開始 妳這邊看起來 比較清爽一點 這樣子喔 比較好介紹啦 我覺得我是從 就是因為我是生完小孩子之後 進月子中心才忽然覺得 有那個母愛要噴發的狀況 因為以前人家不是都說 你其他人 胎毛要去做那個胎毛筆 胎毛筆 可是現在人誰會用毛筆說 那個筆不是讓你拿來寫毛筆的 那是紀念啊 那是放著當成文昌筆 以後小朋友比較會念書 對 沒有 沒有 放著文昌筆 毛筆沒有用 所以我那時候就上網去找 就是有沒有別的胎毛筆 可以做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去找到這個 胎毛筆跟其胎筆的對章 才圓滾滾 所以他就把這個胎毛 做成一個圓的章 他以後還要去開戶啊 什麼的就可以用這個章 然後方章的話就是 正正當當的毛筆 我老實說 這個東西啊 像我 因為自己也有做嘛 然後爸媽在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這東西好有意義喔 對啊 但我老實說 孩子也說 你拿這個去銀行蓋一下 你說你本人 你說你爸拿這個給你 你OK嗎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噁心 怎麼可能 你說 拿你的旗袋章下去 給那個油拆蓋一下 對啊 收個文件 你說 很奇怪啊 小孩的感受 可能跟爸媽真的是有落差 可是我當我女兒開戶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 現在 因為我女兒 他現在已經七歲 所以他已經開始在換牙了 換牙了 那掉下來的乳牙 以前我們 我們那一輩的 他都會說 如果你是下牌的牙齒掉了 你就要丟到天花板上去 你這樣子牙齒才會長得好 我怎麼沒聽過啊 真的嗎 我也沒聽過 而且現在誰叫我天花板啊 現在就是變成 到我女兒那一道 他們現在是牙仙子的故事 對 牙仙子 牙掉了的話 你就放在袋子裡面 然後放在枕頭下面 對 牙仙子會來 我們聽的是這個版本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你講 我每次在藏那個牙齒 藏到快緊張死了 然後趁他睡覺要換50塊 就換一個硬幣給他 然後你知道 我就把所有他們掉下的牙齒 全部都一袋一袋 然後寫他們掉下來的日期啊 誰的啊 然後哪一刻啊 所以妳真的有留 我就藏在一個抽屜的小角落 有一天我女兒就是在那邊拿拿拿 然後就拿出一袋牙齒 就說媽咪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媽媽的牙齒啊 妳說我 只有說我自己的 怎麼這樣 媽媽小時候的 然後像佩甄姐她是拿袋子裝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人家跟我分享說 可以去買盒子來裝 所以我就去買 對 就去買了這種 好可愛喔 拿開來拿個相機 然後也是可以記錄的 超可愛的耶 這個這樣子才對 對啊 對 我在那邊用那個夾鏈蛋 裝得亂七八糟 所以它這個上面就是可以寫上日期 對 妳寫妳哪一天掉下來 真的美 然後你知道牙齒要泡漂白水嗎 真的美嗎 要先把它那個消毒過 要用漂白水先消毒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它每次都要這樣展示 然後我拿這個盒子也不行 所以我後來就去找說 怎麼樣可以展示 對 滷牙 但是就可以好好保存 有自己的一張 我就是去拿一個 一般家裡面都會有這種相框 相框 對 然後我是相框去搜 搜像這樣子的一張紙 就是 它這個上面是有日期 對 這DIY喔 對 然後我自己做 對 自己做 用那個吸管 小的這個吸管 把它剪成一截一截的 我去買這個小的吸管 跟大的吸管 然後去把它剪成一截一截 就珍珠奶茶的吸管 對 妳就跟它要就好了 我看得出來 沒有 它才兩歲一歲 我看得出來 妳有慾望來這兩次 Yubi 對 妳沒講牙 對 三歲的時候就會掉一個 第一顆牙 等一下 三歲會掉 很多小孩子三四歲就會 開始掉進去 快到了 妳就要開始準備了 對 所以妳要好好看 所以我們吸管剪完之後 我們就照上面的日期 把它黏起來 把它黏上去 排好了之後 就用熱龍膠這樣直接黏上去 好酷喔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放在裡面 剛剛好耶 它就是立體的靠在裡面 好可愛 然後妳外面再買 像那個透明的那個 有透明的 再把它蓋上去就好了 我覺得真的是 沒有 本年度目前錄影 最有意義 我的人生充滿了希望 妳這樣 這個真的很不錯 在同學來的時候 我就看 我現在掉了幾顆幾顆 第幾顆牙齒了 而且也不用再拿出來 對 可以直接展示 其實兩隻吸管就可以了 是 兩隻吸管 這個我在IKEA 買了三十九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爸爸 爸爸會吃些什麼呢 來 這個是他不到一歲的時候 他毛髮算帽嗎 對 他滿會生下來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照片 因為他從小到大 他的頭髮 他的瀏海還有後面 都是我幫他剪的 對 然後那時候沒事這個 放在家裡呢 我還怕有朋友來 他看到會嚇一跳 有一點 他也會覺得好像在做法 對 你看別人說有一點 你有沒有想說別人看你的了 對 可是他真的頭髮耶 對啊 因為這樣子真的很像 要做法 旁邊如果再放幾個指甲的話 真的會覺得很像做法 然後又有牙齒 對 那當然這個照片呢 好可愛喔 其實你知道現在 大家都是用手機嘛 根本是不會 所以我就特別去 通通拔出來 我就覺得這個可以 就是做一些紀念 你知道嗎 沒有 這其實我跟你講 這是給我女兒玩的 對 他每次就說 我要看照片 阿爸 我要看照片 我就會給他看 你叫阿爸喔 他都叫阿爸 對 所以你說這個就是很多 多一點皺皺的 因為他常常就是在那邊 常常在欣賞 玩來玩去的 你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 那指甲油是幹嘛 對啊 小指甲油呢 就是 想不到你會用到指甲油 他昨天幫我擦的 婦女 我剛還以為 不是 我剛還以為 你灰指甲 你知道嗎 你以為我cosplay是不是 對 我說 原來喔 對 這個就是 我們最近的互動 就是我爸擦 他幫我擦 這個真的只有 自己的小孩要擦 你OK嗎 上下幫我擦的 我留了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我都沒有動耶 那你都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喔 你知道嗎 很不好意思 就是你說 我女兒對我的愛 我就超市比如說買個東西 他剛剛講的時候多驕傲啊 對 他說不定去超市結帳 多少錢 林姐 How much How much 對 然後我還有製作這個 他的從小騎那個滑步車的影片 這一定要的啦 音樂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好... MV耶 他真的很小 好可愛喔 不到兩歲 還不會騎 有沒有 還不會真的騎 對 開始有障礙再來囉 對 你看這個爸爸 馬上就去接他對不對 怎麼不讓他自己爬起來呢 馬上就給他拍一拍是不是 好可愛喔 我們小的時候 就拍很多照片 可是我們聲音流得不多 對 因為他們奶娃時期 這聲音其實很可愛 你現在來得及 我跟你講 我們很愛 我們常常在互錄微信 對 而且要錄他講話的那種 很可愛 真的 他們每個時期 不是都是同一個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換手機 我最就是要參與的事情 就是那個語音檔 我一定要把它轉過去 因為那都是他們從很小 還怎麼會講話的 七萬多張照片 而且我跟你講 七萬多張 講到那個錄音對不對 對 我還做了這個微信貼圖 我們來看一下 好可愛喔 是不是 真的 這個超好用的 所以你那個好像是 從他寶寶時期 然後一直做吧 對 從寶寶 然後一直到現在 已經快三歲了嘛 超過三歲 就一直有做 做了幾十個了 我知道你爸 為什麼不回你訊息 然後照片又看 然後再看甜甜肉也是 真的 真的 受不了 太多了 難怪受不了 好 旁邊這一位 還有一位就是 這位 我的天啊 這位 這一位 這一位 你還占了半足 沒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這是一個紀錄 就像很多東西 像你這個 你不可能每天帶在身上 對 那我就把它變成是一個 真的可以隨身吸掉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 是一個信物 就是有時期 先從我結婚開始 然後就有先生 還有我們家的貓 貓咪 然後生出來老大 這老大滿月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生出老二 然後跟老二一起 然後還有小朋友跟貓 而且喔 隨著那個天配的那個照片 的不同時期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手機進化的版本 對 沒錯 連手機的型態 就一直換到最後三眼怪 對 一路跟 而且它真的很厲害 是我們這樣一看過 就知道它家庭成員有幾個 對 本來有一個了兩個的 然後後來 然後說你先生的去哪了 但後來全部都是孩子 真的耶 然後我們 可是我覺得那個 前包那個鎖也太 這太厲害了 對 那妳真的會用這個錢包嗎 這今天我才剛好訂做完的 剛好在頭下攪戶 好熱乎的 那妳有打算真的會用嗎 要用啊 就是要給人家看啊 那咧 對啊 我以為它還可以 沒有...這真的是可以用 而且你看我連我的耳環 都把它們帶在手機 我覺得耳環好可愛喔 它是用畫的 大家會以為那個是印出來 但其實它是一筆畫出來 這也是畫的啊 這也是畫的啊 真的很像 好厲害喔 那妳像做這種像本 妳真的有空拿出來看嗎 我就是逼大家一定要看啊 沒有 這除了一本之外 然後我想把它 本來想要貼在我家牆上 一整面的照片牆 可是妳知道嗎 因為我就做了這件事 我們家就是客廳 然後也弄了一個牆 然後就像幾盒 這樣不規則的放了就是 孩子從小到大的照片 爸媽都覺得很溫暖對不對 然後因為那一面牆 剛好在我兒子跟女兒的房門口 的中間那面牆 我女兒每次經過就說 她很不開心 她說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把我們小時候的黑歷史 一直貼在那裡 就是她每次經過 她都覺得不開心 然後我們現在有時候 電腦翻開 看到以前的照片 我們兩個就會互看一眼 會看到哭耶 很感動 然後我女兒我們就會說 好可愛 我女兒就說你們兩個真的有事 然後落差超高 可是因為我很想把它 整面牆都放 然後後來被我先生竹子 之後我才會 每次朋友來叫 我就是先把這些東西 都拿出來 你們看 這可以秀的時候 好可愛 你這個很像 這請專業的人拍的耶 對啊 然後或者是你看 常常會曬自己的肚子照 對 這一張我有在那個 我們臉有上面有看過 對 就是好美喔 真的有稍微 對 她就是側臉就好了 她不用太多 或是把它遮住也可以 我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也有拍這種照片 然後那個攝影師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拿一根筋膜 就說那個 既然老婆就是 穿個小可愛露肚子 那男生就是裸上身好了 我跟你講 後來那一組照片 我都不想拿出來 好油膩喔 老公不想拿出來吧 沒有練好照片 然後你老公不油膩啊 就是他現在變得比較瘦 可是那以前 那時候還沒有練 健身的時候 玉智這邊是手作派的 對不對 也不是 像這個小毛巾是 我們以前長輩 不是生完小孩之後 然後說任何的 他們譬如說 如果是衣服 就要穿 之前的寶寶穿過的 對 然後就是任何的東西 盡量都用別人用過的 會比較好 而且他們就說 小朋友如果包得越緊 就會越乖 對 越穩定 他比較有安全應該害他 後來我們去認小孩嘛 就是一排這樣子 我們去所有領小孩的 媽媽都去 爸爸都去一排 一排過去就是那種 上面是蝴蝶結的小女生 然後男生就穿得很帥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小啾啾 超可愛的 就看看 一眼就看到我小孩 我兒子 他很明顯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 家裡很窮 就是 包著民國三十年的包子 對 很有歷史 然後整個看起來很可憐 你知道嗎 我當下去好可憐 心酸 我跟他爸爸說 雖然說聽說這樣小孩子很乖 可是我好難過喔 結果沒想到他出院的那天 是最不好看的那一個 最不好看的 我說我這樣子對他 對嗎 我就趕快到對面 然後就買了一個包巾 然後那個包巾就是 我後來都捨不得丟 我永遠記得那一刻 那天 妳好厲害 包巾都留著 留著 因為我捨不得丟 讓他瘋瘋瘋瘋瘋瘋的出院 就是這種感覺 對 超心酸 以前沒有覺得 不能住 那一看就覺得說 好可憐喔 看起來怎麼那麼窮 後來妹妹出生的時候 我也趕快幫妹妹買了一個 然後就是好好地 把它包出院一樣 對 留著 對 然後我妹妹啦 妹妹其實很喜歡在 做很多小東西 而且這是包包耶 我覺得只是在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媽媽很愛漂亮 所以她就做了各式的包包 有側背的 然後有手提的 媽媽很愛買包包 媽媽還好 對 那她就常常會在 譬如說我們如果在梳妝台 就是坐著 然後她就會在梳妝台 前面突然貼一個小東西 然後給我說 譬如說媽媽我愛妳 雖然就是 八年下來都講同樣的啦 都是話話說我愛妳這樣 可是媽媽看到心 就要融化了 對啊 我有一天拍戲 拍到天亮回家 然後我一進門才一拖寫 本來就想說 立刻要去癱軟在床上這樣 然後我就看到地上 怎麼有一張紙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拿起來 一看 那時候小孩寫字 還寫得不是很好 對 然後她就寫說 媽媽妳辛苦了 希望妳好好休息 我們愛妳 然後媽媽立刻就哭了 真的 尤其是很辛苦 玩一天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 這我最累的時候 看到那幾個字 立馬就倒了 自訊了 自訊了 對啊 好久沒這樣抱小孩 對啊 越講越溫暖 不過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因為每個人的程度不一樣 我們還是來請教一下專業的 好 聽到一智姐講的那一段 我覺得它非常符合科學原理 對 其實曬娃 如果要成功曬娃的話 或是持續性 不讓人家討厭曬娃 大概就兩個條件 一個是新鮮 然後一個是連結 好 新鮮的話指的就是 大概你不要太頻繁 對 你固定一個時間 可能一週或是三四天 然後PO一次 那麼久 太久了吧 因人而異 差不多差不多 你要顧慮一下 你朋友的感受 就是我們看一下 之前的紀錄 就是多久是被已讀的 對 多久是會有人毀的 我們抓一下那個平均值 是 那第二個比較重要 第二個是產生連結 所以剛剛醫師也有講到 就是如果你的每一篇PO文 除了照片之外 但是其實是有文字 然後把你背後的一些故事 分享出來 不是教導 是分享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的PO文成功的 幾率會很高 也就是不會被討厭 而且會有回應 對 會有回應 所以我在想 就曬娃這件事情 可能我們要調整兩個東西 一個是期望值 對 一個是心態 期望值就是我可能PO了之後 我自己會想 到底多少人會feedback 會有多少讚 這件事情會綁住我們 去曬娃這件事情的初衷 對 那第二個是調整心態 也就是真的開始 不如預期的時候 有可能是觸及率的問題 有可能是本身的問題 不夠引人注目 所以我想我們要回到初衷就是 滿有多糟糕的 就是回到就是 自己用假帳號 這個實景滿讚的 真的不用這樣嗎 為什麼要治療 我每天好像都被老婆治療 治療哪裡啊 這個聽起來有點曖昧 治療心 治療心嗎 對 但是我想就是過度曬娃 大概會有幾個狀況 過度曬娃的話 大概對家長跟對小朋友 都會有些影響 那對家長的話 我想最大的就是 我剛剛前面講的 有可能會憂鬱 因為你一直得不到 你想要的回饋 這個是已經走到比較負面了 對 國小這樣的群組 基本上就是一個地獄的入口 對 然後你要被邀請進去 就是一個地獄的邀請函 所以你要不要按 那通常大家都是一定要按進去的 所以你身在修羅戰場 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第二個狀況就比較糟糕 第二個狀況是 小孩子的隱私會有一些問題 這個是 對 這個反而是比較擔心 我遇到一個最新的是一個家長 他過來做治療 那家長A呢 他在群組PO了一張在陽台的照片 那個陽台是一件褲子 就是他在他的曬衣間PO一件褲子 但是他PO褲子有原因 就是因為小孩子尿褲子 然後小朋友剛好到了小五 但是因為月考的壓力 然後越來越退步 結果後來就尿床了 他本來是一個很正常的事件 然後他就發到群組問大家 就是有沒有人的小孩 跟我小孩一樣 因為他真的很多懂 因為他其實是想要讓大家確認一下 是不是我們班逼得太嚴了 他其實有點想要有Cuse這件事情 對 但是他那時候想說這樣會有一點效果 但這時候就被B看到了 B就跑去跟他兒子講說 你們班某某某那有褲子了 然後受傷喔 對 那有褲子了 那就是你們班真的老師逼得這麼嚴嗎 要不要去跟老師說一下 一切到這邊都很美好對不對 但是他不知道B跟A的小孩 兩個是死對頭 所以兩天後的早上 A的那個小孩就要他的餐 他的書桌上就是他來嘛 就看到一袋麥當勞的早餐 對 很溫馨 就打開來 裡面是五片尿片 這也太羞懶了啦 對...五片尿片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有點高的孩子 那這孩子心裡有受傷 對...那大家就知道 就是誰幫他準備的嘛 所以他就升級成一個霸凌的事件 但是從頭到尾 本意都不是這樣 我覺得事實上很多的惡 本身都不是這樣開始的 對 所以像有時候 我們不是覺得小孩裸體 小Baby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可愛嗎 不行... 對...你要給他 稍微遮一下 一定要...就是貼圖 把他重要部位都要遮起來 因為像我之前 我比較在乎就是說 你小孩子 你常常在PO照片 然後呢 你... 那個現在社會上很多奇怪的人 沒錯 他們就把他的照片留下來 然後他就知道他叫什麼 什麼時候生日 他去過哪裡 然後他有一天在路上 遇到你的小孩 哈囉... 叫什麼名字對不對 對... 那你在哪裡 什麼學校對不對 我跟你爸爸媽媽是好朋友 你看我看到好多年的照片 這麼恐怖 是不是很恐怖 對 她小孩子覺得 這個是我可以相信的人 對 真的要小心 他就有可能會跟他走 真的要不小心 沒錯 好 可是那我再想要請問一下 以這些就是愛娃的這些 爸爸媽媽們 他們曬的這個程度 你覺得需不需要 還是一個這個... 這個是不是 還是說 還是說這個程度 還是說這個程度 對 看看誰最新的 你要帶回家嗎 姚醫師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對 而且真的啊 他那個到了這個程度的話 但是我真的要講去中肯的話 就是我自己身為家長 我覺得 對 真的 真的 就是我們都講愛 講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 對 但是當它具體出來 就變這個樣子 那我就放心了 表示我們的朋友 都還在合理的辦公室 這樣子 對 好 謝謝心理師 謝謝 好 那所以大家今天分享了很多 自己家裡面的寶貝 其實我們看到的時候 也能夠感同身受 感受到 父母對孩子們之間的愛 不過我覺得今天兩位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這些重點 爸媽在曬娃的時候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讓這件事情 變得很溫暖很正面 對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留下一個 很珍貴的紀錄 對 然後同時真的 要尊重小孩子的意願 沒錯 對 也要尊重一下老公的意願 或老婆的意願 對 有時候眼睛要戴一下 好 馬上救一下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繼續賽玩 繼續賽 繼續賽嗎 馬上拋